我是林善宇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在上海开幕 总理李强发表演讲 强调中国反对单边主义 将会与各国在开放的大舞台相向移行 温桂亭在上海报道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企雄桥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 星期日早上在上海举行 副总理何立峰宣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资讯 总理李强发表主席演讲 强调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 人心所向 开放合作互利共赢 是最明智也都是最自然的选择 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 我们真诚希望与世界各国一道 在开放的大舞台上相向而行 相互成就 今届进博会是疫情后首次恢复全面举办 有3400间的企业 当中有近300间是世界500强同行业龙头企业 数目超过力界 有线新闻温桂亭在上海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上海进博会 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的联系人角色 欢迎海内外企业来港发展 又或同上海签订五份 科研和仲裁等合作文件 王俊天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上海访问行程 出席进博会的开幕仪式 同坐在隔离的澳门特首贺一城交谈 他又向国务院总理李强介绍香港的展区 之后在香港通道连接全球主题论坛 香港专题的分论坛 亦都是首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在进博会有两次发言 以前是一次的 李家超说行程期间 和上海市委书记会面 双方对推动港户合作有强烈的共识 我和公正市长一同见证了 互港两地政府部门和机构签署 五份合作协议或者备门录 涵盖职业及高等教育合作 科研及人才培训 科研创新合作 产业合作和国际仲裁合作等范畴 两地会继续全面深合合作 互利共赢 让两地的发展踏上更高台阶 李家超星期一结束行程返回香港 《尤线新闻》黄俊卿部导 驻港国安公署、港澳办及中联办 严厉谴责美国跨党派议员 动议制裁特区官员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批评 美方行为犹如黑社会 黄俊卿部导 早在2020年被美国制裁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谴责制裁动议 说美国的霸凌行为并不是第一次 我们根据香港的法例 去检控一些违反香港法例的事情 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这些外国的政客 是可能为了他们的利益 或者想保障他们在香港的走狗 从而是说我要恐吓你 如果你要控告我的人 我就会制裁你的官员 其实这些跟香港的黑社会 或者跟一些外国黑帮行为是很接近的 港澳办严厉谴责美国政客 批评他们毫不掩饰感 透过威胁 搭救患养在香港的代理人 将自己和反中乱港的罪恶勾连 又说官员和司法人员依法行使权力 是天经地义 不容置悔 驻港国安公署批评 美国政客频繁荃炮制法案 抹黑攻击香港的司法制度 以所谓香港人权为妨子 老调重弹 这些霸凌式的制裁 再多再厉都将会是废纸一张 中联办就说国安法实施以来 执法人员手持利劍 司法机构名镜高原 法治才得以重彰 强调中华民族越战越勇 欲强微强 任何企图以港压华的图谋 和卑劣的伎俩 都动摇不了坚定维护一国两制 和国家安全的决心 国安委说对外国政客散布虚假论调 网图示意干预官员的职务 检控的工作 和法院独立审判 表达强烈憤慨 寓意严厉谴责 有线新闻黄俊显报道 法案建议立入制裁的49人 包括警务处署长萧扎仪 他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有关动议卑劣无耻 只会令警队更加坚定 无畏无据感捍卫法治精神 维护国家安全 官堂一个男人 涉嫌斩箱邻居被捕 男伤者主要头部受伤 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救治 案发在加洛街17号一个单位 星期日晚8点多 一个男人报案 说男邻居因为琐事和他争执 期间他抢走对方的刀 再斩伤对方 警员接报到场 在附近瑞宁街20号 拘捕涉案男人 并在案发单位外将伤者送院 案件列作伤人案调查 旅月医美消失针案 再多一人怀疑感染龙总分支肝菌 其中一间涉事美容院 没有开门营业 警方贴出告示 正调查无牌行基案 涉事的美容院 位于荔枝角三栋大厦 卫生防护中心说 未发现有新的涉事处所 早前设立的热线 至今接获11宗查询 当中5人打针后出现病征 感染群组累计有17人 卫生署接获通知 一款手术用的气腹机 可能令病人心律不正或者心脏停顿 医管局即时停用 卫生署暂时未接获不良反应布局 各一款仪器有大约200部 在公私营医院 和一间日间医疗中心使用 主要用在腹腔镜或者内窥镜手术 对腹腔或者大肠充气 有病人因为仪器过度充气 出现病发症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上个月底发出回收通知 供应商按卫生署要求 通知所有受影响机构 医管局已改用其他品牌或型号 并要求其他供应商抽调替代仪器 屯门、博爱和明爱医院 有30宗非紧急微创手术要改期 紧急手术不受影响 德国汉部机场人质事件和平解决 涉案的男人带同他挟持的女儿 下车投降被捕 女童看来没有受伤 他早前涉嫌开车闯入停机坪 再和警方、心理专家对峙 机场一度关闭停飞 正争取尽快呼吸正常运作 案件怀疑涉及监护权争 早前的对峙情况有陈建明报道 驾窗的男人驾车冲入停机坪之后 扔出两个汽油弹 消防射水将火救息 男人星期六晚上大约8点多 驾着没有车牌的车 载着一个小朋友 去到德国北部城市汉堡机场 撞破护栏入停机坪 停在一架土耳其航空客机旁边 一度向天开了两枪 网上片段可见 大批警员和特种部队 封锁停机坪 警方说男人是土耳其人 相信事件涉及监护权纠纷 要求带上女儿飞往土耳其 警方派出心理专家和谈判专家 透过翻译尝试劝服他 气骗投降 把女儿交给警方 据报警方曾经接获男人的太太报案 说丈夫强行带走四岁的女儿去机场 汉堡机场所有航班即时暂停升降 有飞机机长广播说要取消起飞并疏散 乘客带上行李由特警护送离开停机坪 警方封闭机场一带道路 提醒旅客暂时不要前往 有线新闻 陈建明报导 在中东滑船以巴局势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会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说巴人政府对加深未来有重要角色 阿巴斯就说只要政治条件允许 愿意负责管理架杀 叶家迅报导 布林肯在以巴深一轮冲突爆发之后 第一次到访约弹河西岸 和阿巴斯会谈 说美方会致力将救援物资送入加沙 并且协助巴人实验立国梦想 说加沙的巴人不能够被逼迁 阿巴斯就呼吁即时停火 强调要推进两国方案 政府愿意承担管理加沙的全面责任 双方也讨论如何被西岸恢复和平稳定 制止针对巴人的暴力行为 乙军就继续在加沙推进 并且发布影片 声称在泳池和游乐场附近 发现哈马斯火箭炮发射器 自展开地面行动以来 已经打击对方超过2500个目标 属于极右派的以色列文化遗产部部长 埃里亚胡发表争议言论 说不应该排除向加沙投下核弹 总理内塔比亚胡批评对方脱离验室 禁止他参与内阁会议 强调以军行动符合国制法 避免平民伤亡 有线新闻 叶家传报道 内外塔比亚胡探访以色列南部 一个空军机地时重新 哈马斯不放人质就不会停放 我们必须想看大套 我们会卡往的发展 我们可以 wrist瘀了 我们想到有个阶段 我们写一下 我们写一下 我们写写 我们写写 我们好多次 有一个秘密 我们更加时间 我们不做 不是在icio 我们不必要 我们不愿 我们说这些 牛奶 我们宣 zap 我们不愿告 一直 我们不愿告 有些変� 我们不 Rover 休息回來有其他新聞稍後見 回到新聞時間 海關是一批來自北美的空氣壓縮機 檢獲484公斤不同種類的毒品 市值大約1億4千萬 拘捕一個男人 譚美儀報導 這15個空氣壓縮機 放在40呎海運貨櫃裏面 由北美運底本港 壓縮機表面有汗接行跡 引起海關懷疑 關完切割之後 發現內藏四種毒品 包括大麻花、冰毒、遙頭苑和芬泰妮 海關說芬泰妮在香港很罕見 這次是第二次檢獲 暫時沒有證據顯示 芬泰妮在香港有上升趨勢 芬泰妮由於弱性強烈 海關人員在檢查的過程中 都要穿上全套的保護衣物 和配戴防護裝備 以保障個人的安全 這樣也大大增加了海關人員 在檢查貨櫃時的難度 芬泰妮集團使用了一種 度新設計的毒品收藏模式 預先將毒品分類和分開收藏 而木箱上面也清楚寫有號碼作為適應 我們相信販毒集團是為了往後可以準確和方便指示物流公司 將預先分類好的毒品派送給指定的收貨人 這批毒品總共重484公斤 市值大約1億4千萬 關完檢查之後還原包裝 等貨物運送到屯門的時候 將收貨的23歲無業男人拘捕 海關說販毒集團有表以往只是偷運單一的毒品 涉及的毒品種類比較多 會調查是否供應給本地市場 有錢新聞 譚美宜報道 警方 消防和醫管局等跨部門演習 無以彎仔有發電站起火 引致大規模停電 各部門設立指揮中心協調應變 由王家俊說說 演習透過三維制同系統 被跨部門應變中心了解事故現場情況 無以火勢波及到電力設施 消防要求要切斷電源 消防正確聯絡港燈 區內大規模停電 銅鑼灣大型商場 亦都有扶手電梯因為停電而急煞 目測13人在扶手電梯滾到地下 指揮中心收集前線資訊 即時調動人手支援 演練無以東華東苑受到波及 後備發電機失靈 醫護人員在場安撫病人 又聯絡消防署緊急轉移病人去到其他醫院 運輸署、機電署、醫管局等多部門 和港燈都有參與演練 警方說演練目的是提升各部門 處理大型事故的應變和協調能力 而透過今次的演練 可以給各部門的同事一個機會 去親身經歷有關的情境 體驗到團隊合作精神帶來的力量 從而建立更大的信心去應對危機 今次亦是警方第一次用三維制圖系統 有助指揮中心掌握現場環境 制定行動方案 有線新聞王家長報導 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 早前贊民呼籲防範一阻二擦 說在維護國安和自由多元之間要做好平衡 行政長官李家超回應說 香港表面平穩 但仍然有很多急流暗流 永遠都是要做好維護國安全的工作 但是同樣來說 我們都要拿捏好我們的道 不是表面的平靜 就代表我們沒有風險 在我們了解風險的同時 我們都有信心 在現有的制度之下 特區政府的工作之下 和愛國者治港 共同努力之下 我們的風險是可控的 但要大家共同努力 要提高醒覺 也要小心 有人用迷惑性的手段 看似一些好像很正常的議題 其實是推動矛盾 抗拒特區政府或者國家的管治權 再提回上海進博會 幕法局邀請多間企業參展 宣傳港式食品 溫桂婷在上海報導 食品及農產品 是進博會其中一個最受歡迎的展區 民以食為天 來自菲律賓的展商 即場開榴槤給人試吃 非常好吃 很鮮甜 糯 會買嗎 很凝飾的 有得吃 還有得看 給參加者大飽眼福 貿法局亦都設置攤位售賣港式食品 他看適合香港的曲奇 花了300元 香港都沒有遇到過這麼好吃的 就覺得很特別 連續六年參展的香港醬料品牌 說展覽第一天的生意一般 相信之後會好些 因為今天是第一天 因為可能也是對客流可能會有一些限制 所以我們的訂單 目前可能還沒有 那今年來說的話 就等於經濟全面復蘇 還包括像各方面 其實我們的信心 消費信心 還包括我們的購物信心 都在非常大地有一個提升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跟特首尼家超 分別來到展區參觀 又跟商會聊天 貿法局亦都在服務貿易展館擺放攤位 以你好香港作為標題 宣傳香港優勢 有線新聞 溫桂婷在上海報道 財長藍佛安上任後 首次接受內地主要媒體專訪 表示將會管好早前新批核的 一萬億人民幣國債資金 嚴格把關 李健新報道 根據IMF數據 中國近年國債所佔GDP比率 持續上升 直至上個月達到8.3% 最近部分國債水平較高的 西方發達國家 今年剛剛已經超越了印度 新任財長藍佛安 接受新華社專訪時 再進一步解釋 人大早前批准 增發一萬億元人民幣國債 說原因是 今年多處有暴雨 紅爐 颱風等災害 再後重建任務較重大 藍佛安提到的措施包括 准入嚴格把關 加快資金下達 保障項目建設需求 並且落實監管責任 建立全流程 全覆蓋的常態化監管機制 他又說到地方專項債券的作用 說專項債是規範地方政府 舉債融資的重要舉措 盡快研究提出提前下達2024年度 部分新增地方政府 在乎憲格的方案 同時我們將加大工作力度 更好發揮專項債券的帶動作用 促進經濟持續向好 他說今年頭8個月 減稅降費和退稅緩費 超過一萬一千五百億元人民幣 進一步激發經濟內生動力和活力 下一步將會和相關部門 推動以出台政策持續見效 讓各項稅費優惠精準直達 效應充分釋放 有線新聞來現身報道